大家好,我是爱的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大尾求219-221 出奇迹 元神成就全收集 1.0-4.8共1240个 已完结 包含天地万象隐藏成就 每日任务,世界boss及其他 这批视频我们来 收集挑战者2中出奇迹了第一次成就 我们需要击败大尾求 击败一次20次和50次 所以分别获得商的成就 它是会随机刷新 在全图有14个点位 它是一天可以刷两只 每隔12个小时之后 会重新刷新出来一只 已在一段时间之内 就是只能找到一只 小伙伴们要是想快速完成第一次成就 也可以去你朋友的世界 或者其他小伙伴的世界 一起找大尾求 一起击杀也算成就数 对下来是队伍配置 我们需要一个跑得快的角色 然后再需要一个能放眼照物的角色 眼祖中已经都行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望风商地下方地的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西北方向 晃出腿长的角色 先来爬上这个商地 然后接着朝西北方向走 我们要去到前面的地灵堂处 来接着爬 来接着爬 在地灵场的台阶这 是第一热刷型的点位 好来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风起地的齐天神像处 就是这地方 来到神像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囊方向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方向 再这样是第二个耍心的点位 好来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达达乌帕古 左上角记得提笔点 到了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方向 我们来爬上记得上面 上来之后继续朝东方向走 在这个悬崖那边 是第三处大维修刷新的点位 我们再打探地图 这次来到四眼甲这个提笔点 到了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走到四眼甲那个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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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急性子啊你耶 经过这几球术后 就能唱到我们的大维修 他的刷新点位在这 好的我们来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赛希利安苗圃 这个武器副本 到副本之后我们把视线撞到南方向 到副本之后我们把视线撞到南方向 来从这边爬上上面 我们要去那个挑战北风之狼那个调战处 从这走会比从奔狼岭内的提笔点过来 要快一点急性子 把我悬崖边之后我们跳起来 然后唱到脚底下 在西南方向这个枯木旁边的平台处 是我们的下一顿刷新点位 来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丰隆废墟 借着齐天神像处 到齐天神像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西南方向 从这跳下来 我们要去到前面的那个平台 有两个木箱子这个地方 硬着你 我们来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师门上方界的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方向 晃出岩主 来这插一个岩造物 呼吸 就会形成一个风场 我们坐风场上来 把视角撞到我们的东方向 我们来爬上接着伤体 来到这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北方向 接着爬 小伙伴们爬的时候 注意一下自己的体力 上来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西方向 在这个位置 是我们的下一顿刷新点位 旁边有一朵面炎花 好的 我们再来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青色庄 右边这个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不用动方向 就朝着前面飞 下一个大尾丘 就在那个 前等处坐着 睡着 补丁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大尾丘 不知道小伙伴们在哪找到的 来 我们继续去下一个点位 这次 我们来到 庆云顶右边这个提笔点处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不用动方向 向下看 然后跳下来 下一个大尾丘 刷新的点位 就在这个平台处 有 有 响云接图案的平台 来 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 我们来到 翠绝坡 下方地的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 撞到 我们的 西北方向 我们的 下一个刷新点位 是在做近视九处 最后开启的 开启地窖能力的门头 地窖 地中把 硬台脚 就在建筑位置 来 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 天球堵 右边地的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也是不用动方向 我们直接朝前走 下一个刷新点位 在 遗迹的 入丑处 这集的 愚人众 第一次 打王之后 会给一个 针对的宝浆 它的刷新点位就在这 来 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 灵举光 右下角界的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 西南方向 从这儿跳下来 然后朝向脚底 就在 凯亚角 这个地方 出我们的 下一个刷新点位 在这 这还有一块石头 来 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 黎月档 右上角界的 起笔点 到了起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 西南方向 从这儿爬上来 来到这条薄荷处 我们贴着上面走 我们不下去 再爬上 这个桑体 上来后 向西方向走 真是急性子啊你 在这个 仙灵台旁边 在这 是我们的 倒数第二次 刷新点位 来我们再打开地图 我们去最后一个 明运镇下方 记着起笔点神像处 到了神像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 东北方向 从这儿跳下来 我们要去 前面内的平台 就是 凯亚角 内的地方 那里有一朵 烈焰花的 记得平台 是我们的 最后一个刷新点位 在这儿 能找到我们的 最后一只大尾球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下集领